鱼和我们年轻人喜欢的时尚前卫有关 但同时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中国是人类最早养殖鱼类的国度 这是有史料记载的 而在这些鱼当中 金鱼绝对称得上是国粹 今天我就带您来到顺义去拜访一位金鱼界的泰斗人物 李老先生 这里不太起眼的院落 就是顺义区王子虎头保育基地 王子虎头是宫廷金鱼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品种 今天我们在这里拜访的老人 就是王子虎头这一品种得以负重的关键人物 业内赫赫有名的李震德老人 我75 我从15岁参加工作 一开始养鱼 到现在我生命当中不能没有鱼 鱼是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北京金鱼盛产在哪里呢 一个是通州高碑店 一个是南城金鱼池 您现在看到的这张金鱼池的老照片 李震德老人的家离金鱼池仅一米之隔 从小耳中木染 15岁就开始养鱼 老人家说起金鱼 那可是滔滔不绝 中国是在世界上 就在养鱼方面 应该是最早的国家 第一本书 《养鱼经》 是越国大夫范黎 都在养鱼经 这种文化 从文化层次上讲 应该说鱼文化呢 在中国那就更长了 可以追溯到这个 身体5000年以前 六七千年的 红山文化 追溯到这个时期 要说中国金鱼的历史 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呢 接着咱就单说说北京金鱼 北京金鱼养殖史料记载 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 初期北京的金鱼 多产自苏杭江南一带 作为贡品来到北京 明代进入盆养时期以后 金鱼产生了很大的变异 出现了很多造型奇特的金鱼 王公贵族达观险要 争相饲养 自此北京的金鱼 开始有意识地进行 人工选择繁育新品种 从而兴起了北京金鱼的养殖业 而宫廷金鱼这一说法 却是在1984年 由李震德老人 在大洋彼岸的纽约提出来的 我特别想看到的 就是李老爷子 曾经培育出的王子虎头 就出来了我面前 来看看这个样子 大家看好了 这叫王子虎头 对吧 这就是老北京的王子虎头 北京的王子虎头 首先看它的气质 气质 鱼是有气质的 金鱼怎么看 你看虎嘛 它就要有虎气 除了王子虎头 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 体长达到30厘米的紫虎头 漂亮的公额 紫兰花高头球 等许多珍贵品种 在李震德老师的指导下 他的弟子们全情透露到 宫廷金鱼的品系保护工作中 十年逐一日不改初衷 有朋友可能说了 养个金鱼有什么难的呀 要知道 我们现在看到的 每一个品种的金鱼 都是经过几年 甚至十几年繁育出来的 比如说 这条短尾高背水泡 尾巴的夹角 原来是90度左右 尤其来平衡度不是很好 那么在第二年繁育的时候 尾巴的夹角就要试着 调整到100度 这里面涉及到 力学 美学 生物学 自然科学等一系列的知识 再比如这条血青虎头 它的颜色是颜色链中 最末端的一个非常不稳定 很难繁育出来 即便繁育出来 很容易变色 所以一条小小的金鱼 所运层的养育人的心血 无法计量 这恰恰体现出 宫廷金鱼的经养功夫 今天我见到李老师 我真是长学问 开眼界了 我可知道了 这养金鱼人家是一行 而且玩的特别深 你看 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说道 不说别的 就是我手中这么精美的盒子 里边 是两个 抄子 是吧 您可千万别管这叫抄子 说出来丢人 人行里有专门术语 叫什么 嗨 怎么写 我不知道 现在我就得请教老爷子 这个嗨怎么用 李老先生 咱们管叫嗨 是吧 对 老一辈都这么叫 我看做的还特别精致 这个可是嗨中的精品了 老一辈人没使过这么好的 就是像这个杆是什么木 这个是乌木的 香银的 香银的 包着银 很高级了 很高级了 你看这么精致的 嗨 我拿起来觉得 掀在手里特别有质感 但是用起来我是完全不会用 您老给我们展示展示 怎么用好不好 这样的 可以是吧 可以 李震德老人养了一辈子鱼 掌握了宫廷金鱼 古法养殖的精药所在 大皮 抄沾 瓜巴 咬水 拿水 等很多鱼粒 直到现在 在养殖上都非常实用 老人家不遗余力的 把自己的经验 传授给徒弟们 因为他欣喜的看到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喜欢宫廷金鱼 政府也越来越重视 金鱼养殖业的发展